主要就是数学跟统计相关的函数 那比如说以这个乐透彩这个COUNIF 在额外的范例里面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这个需求非常简单 就是我想要在101年跟102年里面 找出中奖几率最高的7个号码 当成是我等一下要去买那个乐透彩的一个依据 那101年102年的资料 网路上都找得到 当然你其他年度 反正只要开展以来到现在为止 它那个历史资料都一定找得到 这个是open的 其实也是大数据的一种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下载下来 当然你用什么方式下载 当然方法很多 不外乎 当然如果说你要下载的话 你可以从资料里面的那个 资料里面的重位 从web 从web意思说 如果它是一个网页 而且是一个表格的话 你可以利用资料从web 就把它下载下来 而且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可以再跟VBA连接 比如说你可能你的网页 假如说有10个20个100个好了 那当然你不可能一个慢慢抓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写一个回圈 告诉它一个范围 我希望把 这些网页 全部一次都帮我 全部抓下来 抓下来的同时 也许你可以自动产生一个工作表 自动帮我把 网页的某个表格 下载下来 然后格式化一下 再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如果你每天都要做的话 我跟你讲 轻松多了 网页上 因为有些人每天都要去 从网路上捞资料 那如果说你懂了这一招的话 其实相当 就是工作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其实网路上 我在其他范例里面也有了 这个我想后面 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补充一下 如何从网路自动捞资料 那这个部分已经做好了 比如说假设 我们已经从网路上捞资料 101年 102年 那已经帮我捞下来在这里 那一期有没有 这个是一期 一期里面的开奖 一定会有七个号码 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这个第二期 101年的第二期 第三期 每一期总共有几期呢 总共有99期 也就是说这边的话 有一期七个号码 那99 就7乘99个号码 那这 大概693个号码里面 我想知道 1号到42号 他们出现的几率 各是多少 OK 那102年也是一样 那统计 这边的话 请你帮我算出来 最后合计 排名 排名之后的话 我想要知道 前七名 中奖几率前七名 告诉我 谢谢大家